傳了一長串的語音給我 然後就是也跟我一起很開心 那個狀態就是有點類似像喝醉酒 開始語音輪刺的那種 等著走 就是被求婚吧 他的感覺是跟我就是連在一起 是很直接的 入圍的時候他其實在上課 所以我們沒有 他也在忙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一起看那個 入圍的直播 因為其實我 然後我也蠻平常心的 我是運動完之後 然後知道這個消息 所以我就馬上很開心 然後馬上傳訊息給他 然後他 等他下課看到的時候他就 傳了一長串的語音給我 然後就是也跟我一起很開心 那個狀態就是有點類似像喝醉酒 開始語音輪刺的那種 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雖然沒有在同一時間 接受到這個好消息 可是我覺得他的感覺是跟我 就是連在一起是很直接的 嗨各位民商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陳婷妮 我覺得女性腿部運動的練法 跟男生比較不一樣 因為女生希望是自己精實有線條 所以平常就比較不會去訓練到自己的小腿 小腿是希望他的視覺是很順的很延伸的 所以在小腿的部分 我不會特別著重去訓練他 但是因為當你運動的時候是全身性的嘛 所以每次在要運動前半小時 我都會蠻注重自己的熱身 所以在熱身的時候我會從小就是 從小腿開始用滾 滾輪開始按摩 然後放鬆到我的大腿 然後甚至大腿的內外側 然後做一些基本的熱身之後才開始運動 所以我覺得在腿部的運動上面 比較著重的是整體性的協調 然後跟運動前跟運動後的按摩 最重要的還是就是被求婚吧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以前會覺得求婚或結婚變成誰的另一半 這件事好像對我來說很遙遠 就很像是小時候寫作文的時候 會希望自己28歲結婚30歲生小孩 這樣子好像就是一個議題 但是它今年真的就成真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在今年也是我自己瞬間成長的一年 因為我覺得你看待事情的角度 都會跟以前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會覺得我自己開心 我照顧自己就好了 可是你現在真的 我覺得跟交往然後男女朋友的邏輯比較不一樣 你會更時時刻刻的覺得我們是一起的 然後要把對方的感受 然後想法要想進去 所以今年對我來說好像是有一種人生轉類點 然後又再重新成長的感覺 不知道 對於這件事情我真的很放口 我連要穿什麼啊 然後要換幾套啊 然後要在哪裡辦啊 並可名單啊 都還沒有完全落實下來 所以不知道欸 我覺得還是 就像Ruby講的 我覺得婚禮是我們兩個人的回憶 對我們兩個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 重點一定是要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然後很舒服 然後我覺得 因為是屬於兩個人的事情 所以在穿搭上 也像我自己平常穿著 我就會覺得 我自己開心我喜歡 我覺得我這樣好看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到婚禮因為是兩個人 共同的回憶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除了我喜歡之外 我也希望 讓另外一半覺得 當天是我她 我是她眼中 最美好的印象 所以應該 對於當天要穿什麼 會是我們兩個共同討論出來的 歡迎莉莉 來莉莉我們來到 這一個GoGo的場方 哈囉各位高雄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婷妮 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探神局 好 喔 往前一步 好 往前一步 跟大家見面 然後因為 嗯 瑞莉卡古拉一集 都是我很喜歡的鞋子的牌子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是挑戰 女人腳背性感的極限 因為我自己選高跟鞋 我是自己很喜歡 露得很巧妙的 然後我最喜歡她們的設計 是纏繞的設計 就是這個經典的朋友系列 因為我覺得她可以讓我們的 視覺從腳趾延伸到我的小腿 其實可以讓我自己的 不管是 氣質啊 然後 女人味瞬間都可以提升一百倍 然後今天這雙鞋呢 是秋冬限量的商品 她非常的特別 因為她除了有經典的設計之外 她在上面有毛紅去更增添我 有一點屬於冬天溫暖的女人味 所以這件事是我自己今天第一次穿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溫暖 而且有一種浪漫的氣勢 但是這件事是在封面中 我會把你放在爬上去的 你給我一句 我會把你放在爬上去 我會把你放在爬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